关于在这边就是在重新找或者不找这个抉择 让我很难选择 家里面打了电话 然后我父母说也可以 趁现在孩子小能够就是接受 等孩子大一点到时候就不容易接受了 好 我们现在在马上要吃晚饭了 这是我们的原大厨 在做饭 炖的小牛肉 这是我们去市场买的 这是工人 副的工人 这是豆芽 那边牛肉 等一下 因为这边有人住 有人住就吃饭 因为我们这边是管饭的 我和应哥我们合作 开的 我现在要出去出去 转点时间给那个胖大厨 就是给他丈母娘汇点钱 他 他 就是刚刚给我转了一点过来 然后就是让我给他丈母娘汇过去 现在我去 他们现在做好饭了 我估计我回来他们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等我回来再吃饭 到这个店里面了 给胖大厨给胖大厨和丈母娘转钱一万多 给他转过去 转过去 等一下拍个照片给胖大厨发过去 手机店 手机店里面 可以用手机转 手机费大概是200左右 来慢慢数吧 我把这个名字 yes 把手机号给他 让他转对着 然后错一个就不行 用这个老年级转 ok ok了 现在转过去了 准备回去 回去 我还要买其他东西呢 我还没吃饭呢 等一下吃完饭再回去 买点东西吃 因为 等我回去 他们都已经吃完了 现在我又开始来到这个医院了 来到这个医院 就是看看牙 他们跟我说 让我今天过来 人家在这里有洗牙的 现在有其他人在这里排队 他们这个 就是修牙的这个医院 牙科医院 生意挺好的 那边还有几个房间 满了 现在在这里 慢慢排队 排队等着 下一个就是我了 在这等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已经出来了 几个小时 我这嘴巴这里又肿了 哎呀 在里面 和那个螺丝一样 这么长 往我牙齿里面钻在那里 哎呀 我现在 这整个脸就是盲目的 两边不一样 这边大 这边小 特别明显 其实关于在这边 就是在重新找或者不找这个抉择 让我很难选择 因为我认真考虑的差不多是这一两天了吧 于是给家里面打了电话 然后我父母说也可以 趁现在孩子小 能够就是接受的孩子大一点 到时候就不容易接受了 其实我也是有顾虑的 如果 在这边再找的话 也是以后 有很多事情 毕竟 在这边如果再找 还需要待 几个月 如果要是真的在这边找的话 其实我也有很大的顾虑 顾虑就是以后 能不能保证对我女儿好 在这边一定要 跟女孩子如果找的话 一定要说清楚 必须要把 鲁树情当着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其实鲁树情已经是我最低的底线了 可以说我的极限就是放在她身上 如果对她不好 我不可能是同意 就算找的话 我也不可能去找对我女儿不好的 就算以后在一起了 如果对我女儿不好 我也不会跟她在一起 因为 我女儿可以说 就是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被我捧到手里面 在这边找一个 能够对我女儿好的 这样我女儿跟她也好相处 因为现在还小 然后相处起来也比较好相处一点 能够很快地去融合 因为我女儿 她是一个和人在一起 很容易就能够融合进去的 反正我的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对我女儿好 对我女儿不好 将决就是不能在一起 这也是我最后的底线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我就是想要是因为我吃了 那么多的东西 我一定会说 我看我 我看我